八块你们进来 两个陌生人闯入了宁静的山寨 瞬间 俄飞狗叫鸡犬不宁 三人两狗上山探险 会是怎么样的体验 青麦的青道县 还有什么值得探索的 大家好 泰北青麦的青道县 有一座泰国第三高峰 叫做大陆青道 或是大陆青道 海拔2275米 2021年9月15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 该山登记为新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大陆青道成了泰国第五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想上山走走提前预定了还不够 为了让登山者只留下照片 只丢下脚印 所以上山前得参加培训 每年的十月份开始发放名额 十一月到一月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才允许上山去走一走 而在什么都没有预定的情况下 我们就来到了青道 机缘巧合 住进了甲卫的地盘 这位职业军人的退休生活 放下武器系上围裙 也可以在厨房里游刃游鱼 边做农夫边搞farm stay 甲卫给我发了个讯号 才知道在职里还有个上山走一走的服务 本阳欢呼 对 本阳 位在一段腔道三脚下 这里的徒步旅行有三个路线可以选择 来回3公里 7公里跟13公里 没必要考虑太多就选了个13公里的路线前来锻炼身体 在寨子门口集合 本以为导游会是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但没想到是位大妈 巴恩,这位六十甲子的大妈是我们今天的导游 本南罗班杨布托的居民都是克伦族乔格良 有二十几户人家 在此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五六十个人口的规模 相互认识都是七大姑八大姨的血缘关系 村民在泰国政府机构要进来之前 就占据了山脚下一些地痞 所以政府机构不能把人赶走 而是跟村民共存 禁止村民上山打猎、砍伐 但也给了他们一些虎口的权利 就是在山脚下当起了开路导游 当我还在怀疑如果上山巧遇野兽 巴恩是否会搏斗 发现我已经气喘吁吁了 比我一辈大的导游竟然脚步轻快 反而是我比较像大妈 看起来年龄只是个数字 年轻人想给大妈下定论 真是too young too simple 小李手里有飞刀 大妈背上有大刀 路见不平 拔刀砍砍 还有免费配送的两个保镖 看来今天的行程应该问题不大 生物圈保护区是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场所 是测试跨学科方法的地球实验室 全世界有131个国家共721个地区被纳入生物圈保护区 用于理解和管理社会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变化 包括冲突 预防 和生物多样性的管理 德行道保护区占地约521平方公里 其中哺乳动物 调查发现有27颗 84属 150种 包括两种快要灭绝的羚羊和鹿 云豹 火豹 新猫 北方夜猴 山猴 等野生动物 还有鸟类 各种淡水鱼 乌龟 昆虫类到爬行动物等等 植物类别更是属不胜属 因为山上有长青林 黑森林 混胶林 落叶林 枯长绿林 等等 是个生物多样化的一座山 如果再不保护起来 生物可能就恶化不说的 灭绝了 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狗 每当村民上山 狗都会自动跟上山 护送主人 在山里串来串去的时候 如果遇到爬行动物出没 乌龟 巨蟹 蛇 壁腑 变色龙等等 狗都会发出危险讯号 就是大吼大叫 蟒蛇 蟒蛇跟眼镜蛇 是村民最常见的蛇类 当听到狗叫 主人会发声 把狗喊回来 狗要是来不及逃跑 也可以随时被攻击 牺牲了性命 而夜晚更是危险时刻 蛇会埋伏在河里 上门打劫 偷吃鸡蛋 终于我明白了 为什么在这里养了那么多只狗 客轮族或个两族 最多分布在缅甸 其次就是泰国 有自己的语言跟文字 在这里就十来个导游 轮流排班 带客户上山 其他大部分的时间 大家都在忙着务农 过着简约朴实的生活 爸安还帮寺庙的方站 管理信徒们放生的水牛 跟庙里打交道 方便他有个精神寄托的地方 13公里四个多小时的徒步 告一段落 虽然农村收入不多 但看似开销也不大 懂得知足常乐 简单生活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 适合自己的活法 坊南软半江普多 还有温泉 徒步过后可以免费浸泡一小时 30度以下的水温 不知道能不能称这为温泉 硫瘫味弥漫的下午 没想到在泰国 还有露天风雨 可以浸泡一下 正因为知道 有温泉的自然支援 贾卫的父母 在四十几年前 就买了杂草丛生的十来土地 以4500泰铢的价码成交 虽然这种历史价格已经被封印了 但那是一个前很值钱的年代 通货膨胀的今天 秦达靠近自然资源的地价 一来平均都要100多万泰铢了 看来还是长期持有不动产可以保值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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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道除了生物多样化 还有一些跟恐龙童年代的洞穴 和古老的寺庙值得一看 先穿过约700米的巨树胡同 便到了要探索的地貌入口 我探索清道 这个1767年就存在的寺庙 位在大千道山脚下 寺庙上方有个有趣的山洞 由二叠季时期的石灰岩组成 石灰岩呈现浅灰色到深灰色 科斯特地貌作用 水跟地下水道 产生了各种形状的中乳石和石水 结晶石灰、泥脂石灰 夹杂些昆虫化石等等 在洞穴中行走 有以下几条路线 第一条路线是沃佛洞 全长360米 第二条路线是玻璃洞跟水洞 全长734米 第三条路线是黑洞跟马洞 全长735米 后面两条路线没有照明 如果想深入走走 可以使用山洞导游的煤油灯 带路服务 其他还有烟囱洞 神仙会议室 那行等小厅 Wattam Changdao是许多人信仰的古老遗址 也是泰国古代各大高僧 隐士前来修行闭关的朝圣之地 传说山洞里有个顽固大蛇精 多少圣里进洞里来禅修 没有一个人久留 就连泰国的德道高僧 圣灵比丘的祖师爷 隆布曼来了 大蛇精也不听叫 就只有隆布曼可以在山洞里 待上三天左右 但估计应该是山洞里空气细薄 所以此洞不宜久留 也有相传还有一位法力高超的影士 叫做Pomlusi 曾召集天神 阴陀罗 凡天 巨人 魔王 龙王等 在山洞里搞起了造妙物项目 山洞里才有了神仙会议室 枯炫明智的由来 众仙下凡 为的是造金佛像 金菩提树 神像 神剑等 打造出的神奇宝物 都藏在山洞的深处 由教罗Kamdan的三神守护 曾经有村民上山盗窃宝物 而一命呜呼 关于Wattam香道的鬼神传说还有很多 结合着当地人的信仰 寺庙地理位置本身 营造出清爽绿云的氛围 从洞里流出源源不绝的清泉 这么多年来没有一点消散 聚集成清澈的池塘 大鱼小鱼任逍遥 东穴内更是呈现出独树一格的美感 吸引了不少泰国和外国游客前来参观 信仰是否带来奇迹没人知道 但如果不信也请不要补禁 make 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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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期视频就先把泰国介绍到这边 谢谢观看下期见 我们 smooth一扉 新 planted一扉 再长一扉 再长一扉